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全球的投资朋友每天都准时在一点半收看这一人新帮 昨天的台湾股市再创了历史新高13149 结果昨天的晚上美国股市跟着创下历史新高 而所有的动作蔡老师早在10月30号 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我就已经告诉你真正的玄机已经开始出现了 各位短短的六天而已 你看到的不仅指数创历史新高 连昨天晚上听说药都出来 各位对不对 疫苗 各位 5000万人确诊 死掉了120万的地球人 各位说昨天辉瑞药厂这个震天震天雷一样 全球股市很欢庆各位对不对 那台湾股市今天追个压回 大家又觉得怪怪了 为什么怪怪了 是不是这个传产股又好了 电子股又不好了 各位 如果你一天到晚只是金公之鸟一样 今天抢什么股票 你就去追什么股票 各位 你真的不到三天你就赔光光了 各位你知不知道 疫苗好了 好了是怎样吗 还没有可以用 人家说最快是明年三月份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在这才会跟各位说 你一定要好好的什么 不要去管这个盘 尤其这个盘是 昨天听说很多做空的人认错 结果今天的盘又涨不上去 让他们心态又觉得是不是继续拗空 各位 磨死你 尤其整天在拆多跟空的人 蔡老师一直跟你讲 做产业不就好了吗 你去找下面产业能够好的股票 提前布局 去超前部署领先法人 这八个字不就得了吗各位 所以说各位 不管这个疫苗什么时候出现 快点出现是好事 但是你还是要平安健康 各位是不是 国外还是很严重 虽然台湾真的是宝岛 对不对 那市场在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各位 包括今天的盘氏 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盘氏有真的说电子股全部测出来吗 各位你都错了 来我解给你听 辉瑞宣布旗下 这个新冠疫苗 90%有效 对不对 那国际股市 金融股 航空股 休闲股 大涨 为什么 跌翻掉当人涨 科技股 宅经济 下压 对不对 包括 各位 下跌17.37% 能够接受吧 他今年大涨了6倍 跌不到20% 强不强 还没完嘛 重点是台湾股市今天还没开盘前就定掉了 叫做金融传产强 电子会弱势 那电子这个弱势也好是一件 为什么 太弱流强嘛 各位是不是 那也不是全部的电子都弱势啊 各位 你以为台积电今天弱 就因为他昨天创新高霉 他的份 所以电子是不是变成赔榜的 各位 台积电等一下要宣布10月份营收 昨天的联电10月份营收非常好 历史次 次加 第二好的 所以说就等等一下 但是你看国际股市 10月30号 蔡老师跟你讲道琼 收链要止跌 有没有要大涨 26143 你都不相信 你看 11月9号 今天早上道琼 29933 期货第一次跑到3万点 从来没看过 美国的道琼的期货来到3万点 然后现货6天涨了快3800点 3790 蔡老师带领你创造传奇 有没有 来还没完 科技股 来道琼是历史新高 各位是不是 科技股10月30号10822 破底嘛 我跟你讲要涨 为什么 这就是梅杠嘛 各位是不是 9月中旬这边就有支撑 道琼比较强 但科技股也不差 他收链就上去 隔一天是不是收链 对不对 然后开始几涨6天 涨了1286% 超过10%的涨幅 历史新高 1万2108点 通通不用 川普连任 对不对 人家不是说 一定要川普连任股市才会涨 没有 他一样涨给你看 各位是不是 历史新高 科技类股 对不对 好来 最强的费城 这我再三跟你强调 半导体 半导体就是最强的 跌到2221 蔡老师跟你讲要大涨了 有没有 涨6天 涨了快400点 383来到2604 有没有 涨了17 超过17% 是不是历史新高 一样写下历史新高 比台湾股市晚几个小时而已 全部都历史新高 好来各位 那结论来 你看台湾股市 从上礼拜五十一月六号 给你拉尾盘 然后给你收红K线 蔡老师就跟你讲 这礼拜要创新高 有没有 因为上礼拜收盘 收在12973 红K 站上12956 就是攻击发起 对不对 然后开始左线预备 右线预备 全线预备 昨天大涨153点 最高来到13149点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 那你之前的压力 不就变成支撑吗 就是12956 好了 那今天呢 今天不是就正好是 累股在做一个什么 一个震荡 对不对 挺好的嘛 昨天外资 有没有买200多亿 超过200亿 212亿 今天早上 全数新高 包括新台币 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美元指数 昨天反弹 新台币 有跟着走落 没有 持续强势 所以热钱 源源不绝地流入 新兴市场 当然我们也总不能讲说 只有台湾股市好 日经也大涨 各位对不对 韩国股市也大涨 包括上海股市也大涨 通通好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看今天的台湾股市 虽然开低 因为电子落 最低压到多少 13022 蔡老师不是跟你讲 突破的压力 变支撑是多少 12956 连支撑都没来碰 尾盘有没有收敛跌幅 导播辛苦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尾盘跌幅 有没有收敛 13081 跌45点 那刚刚你有看到说 失守13100点 真严重 因为昨天刚撞薰高 讲失守不对 应该起码失守13000点 才有震撼力 失守13100点 那不当一回事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告诉各位 蔡老师跟你讲的 礼拜一 就是一个礼拜的缩影 昨天大盘涨153点 今天才跌45点 这礼拜还有三天 各位不是跟你讲 年底作战行情吗 才11月9号创新高 今天11月10号 你就觉得 这个盘好危险 别做股票了 各位 你要赚钱 你起码专业不足 蔡老师可以帮助你 但是你胆量不足 那就神仙难帮你了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来看看 上礼拜五来到28.492 今天还是一样来到28.51 各位对不对 是不是一样强势 剩下1.7分就要创10年新高 28.475就要突破 央行着不着急 当然要着急 但是我告诉你实至名归 台湾股市创新高实至名归 包括今年的GDP 预估1.9 明年预估4% 各位对不对 所以台股的未来 未来的台股 你看到了没 蔡老师还是一个字送给你好不好 好不好各位 涨好不好 你要不要把握机遇 要不要增加财富 各位 赶快跟上来吧 行情不会等你 等你都看得懂 可能一万四了 那也是历史新高 你有可能今天一买又震荡 你又吓出一身忍汗 又离场了 各位 所以没有胆量的赚不到后面的钱 各位知道吗 来 原相上礼拜四就已经跟你讲了 178.5 为什么 底部讯号出现了 要大涨了 各位蔡老师讲完不到两个小时 来营收公布 10月份营收历史新高 各位 各位可能不知道 现阶段一定要找老师帮你的原因 9月份营收新高 台湾股市有143家 截至昨天为止 台湾股市10月份营收新高 只剩下57家 各位 你不要以为后面的盘大涨 你的股票通通会涨 传产股 各位有的是落后补涨 有的是大股东做多 根本不会吸引法人去买进 各位你知不知道 你如果买进之后 可能后面大股东出货 你一辈子 你都套牢 各位 所以你要好好的留意 产业悬股 各位是不是 来 礼拜五 原相拉到194.5 有没有 原相 突破了 有没有法人大买 有吧 好来 各位 礼拜一 好来 礼拜五下午 法说会出来 第四季营收展望乐观 这不就得了吗 十月份营收 历史新高 第四季展望乐观 营收看争 两位数以上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礼拜一 公到208 各位有没有 法人有没有大买 外资投信 自营 自营连续六天买超 更棒 连续五天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连续营收三个月 历史新高 开始反映 是不是基期很低 好来 各位 那今天的一个盘 各位又怎样 这蔡老师已经跟你讲 法人注意的是什么 毛利率 大增 计增2.5% 各位恐怖 3227的原相 好来 今天 今天的原相最高来到206 各位震荡之后 各位连昨天低点也不破 各位一样 筹码守得非常好 这不是让你公开来验证吗 各位还没完 来 我刚跟你讲的台积电 两点钟或者稍后看新闻 有的话我就马上跟你讲 10月份营收要来公布 能不能够创历史新高 我不知道 我怎么会去知道 蔡老师又不碰内线 你看那些东阳是被人家查死的 这也真难看 各位 你看东阳 他还马上讲说10月份营收新高 有没有看到 怕被查 被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里面一直炮轰 各位对不对 所以台湾股市穿插了很多内线 你要你就好好的做产业研究 不要一天到晚去碰人家说 你有听到什么高标 要记住什么记住 搞不好被查内线的就是你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说各位你来看看 正面迎战 各位是不是 你来看看苹果明天早上要公布新产品 谁受益台积电 各位 iPhone卖得好 谁受益台积电 所以今天台积电回跌 有什么关系 后面营收不是10月份创新高 后面还要等着创新高 因为他第四季一样是看好 比第三季还好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要不要相信政府 人家刚刚也宣布了 这个APEC又请我们张忠谋老先生 张忠谋先生 代表台湾开这个线上会议 要不要相信全王台积电 棒吧 要不要相信当家的 那没完 讲这个东西也许你说老师都了掉牙 好来各位 昨天11月9号蔡老师干嘛跟你讲惠特 我直接跟你讲miniLED 各位昨天是不是跌 是不是 11月9号 来 今天的惠特公开让你验证 大盘不好 惠特直接拉到155.5 是不是近期新高 各位你好好的去想一想 为什么董产业就能够超前部署 就能够领先法人 还没完 族群不是只有在讲一档 各位蔡老师还跟你讲台表科 有没有 6278台表科 有没有 昨天是不是跌 miniLED有没有 昨天最低杀到107.5 有没有 来今天台表科 你看大盘11点多已经回落 台表科11点15分 还拉到114 近期新高 有没有 两个月的近期新高 114 各位有没有 所以我问各位 产业选股重不重要 你要战胜恐惧的秘诀 就是来蔡老师这边 我帮你挑股票 我们用最土的方法 最吃力的方法 但是你不用跑公司 你不用跑产业 我帮你跑 各位你知道吗 产业选股 所以剩下需要老师帮忙的朋友 你们到底在哪里 行情不会等你 你不要昨天创新高 今天回测45点 你就忧愁苦脸 你赶快跟上来吧 各位老话一句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是不是 现阶段蔡老师 释出最大的诚意 庆祝本公司 品封大中华 成立满16周年 蔡老师释出最大的温暖 张开双手 欢迎你 赶快把握咨询专线 跟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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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明乐 好 更多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蔡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您回到一言新帮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感谢明乐 刚刚台积电已经公布了 10月份营收了 月减6.5% 但是依旧是年增12% 各位 因为9月份台积电的一个营收太棒了 所以说这个月减6% 依法人的观点合情合理 但是今天的一个台积电的一个回撤 好不好 各位也好事 因为明天早上 苹果又在第三季 第三度的一个发表新品 按照以往 苹果每次发表新品 它的相关概念股都会跌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说台积电 这个时候不攻上去也好 不然的话这个时候去给你突破466.5% 那你明天回撤的话压力不是比较重 各位是不是 所以说以目前来说的话 整个的一个什么 一个台积电的一个动作 依旧是非常稳健的震荡向上 你要听进去 但是先把蔡老师的祝福留在你心里 把你跟你家人的一个平安健康 照顾好就好 股市的问题你永远解不了 各位 因为每天都在变 你找最专业的人来当你的顾问就对了 各位 投资人你不用烦恼 蔡老师一直邀请你就是产业悬股 其他的东西对你没有帮助 你抓对产业就好 不要去拆多跟空 对你没有注意 各位你知道吗 你不是在庙口 好像人家 萌甲里面在打香肠一样 跟那个香肠背 在那边比大比小 不对 做股票要专业 各位知道吗 来 这种蔡老师跟你讲的8299的群联 有没有 详细的东西都讲给你听 然后你看当天295都公开让你验证 各位有没有 今天的群联 昨天11月9号 近期新高319.5 昨天拉到320 我修正 你看外资大买了8天 对不对 295拉到320 来各位 你看今天的一个回撤 有回撤吗 没什么动 各位是不是 这次是人家法人控盘 所以说法人控盘 全球股市波动这么大 道琼昨天最高的时候涨了1600点 尾盘收盘涨不到900点 他的一个上影线就700点 各位是不是合情合理震荡一下 现阶段的一个电子的一个期货盘 道琼也才回200多点而已 我也认为好事一件 比较烦恼的是科技类股会不会大跌 因为盘后的消息 巴菲特出手了 但是巴菲特不是买进 巴菲特在第三季的时候 卖掉40亿美元的苹果持股 所以说苹果的一个股价 之前的一个弱势 搞不好因为大股都卖有关系 但是盘后的一个科技类股 也没有跌去哪里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盘式千变万化 你如果不懂的话 你怎么明天卖该成功的第一步 各位就像蔡老师跟你讲的豪宅 各位有没有 你看我当初跟你讲完 一直拉在多少 你看当时107 拉到多少 162 长黑爆量 有没有 就出货讯号了 各位 你不要问我什么 各位这就是讯号 不然你叫我要怎么跟你讲 我是不是当天都跟你交代 今天的一个豪宅 有没有大跌 请导播打出来 4735的豪宅 来各位 4735的豪宅 打出日K线 跌到140 也还好 各位162 你看 各位是不是 然后大家讲说 这个疫苗快出来了 所以用不到耳温枪 耳温枪 这也是乱讲一堆 各位为什么 明年三月的事 那些游艇是跌到建谷 才反弹30% 你干嘛去跟着瞎起哄 你以为这个时候不用口罩 错了 美国的一个新任总统拜登讲说 他准备强制美国人民全部去用口罩 各位你知道吗 他要积极的防范 这就对了 各位你知不知道 不要因为一个口罩10块钱 丢掉了总统的江山 你应该知道我在讲谁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看包括像朔和也一样 各位是不是 你看当初蔡老师跟你讲的时候 一是二涨涨涨涨涨到多少 这个不是都要有所本吗 你自己上网路去看YouTube Lite AT TG跟网站 对不对 自己去搜寻自己去看 YouTube搜寻品封点击订阅 开启小铃铛 你就都收得到 联电 昨天在跟你强调 各位是不是 你看昨天公布了 营收好不好 好啊各位 联电昨天公布营收152.83亿 较9月份成长5.2% 比去年同期成长4.8% 台积电是月减6.5对不对 然后比去年同期成长12% 各位对不对 你明天看早报就知道了 所以你看 ADR联电ADR 波段新高 6.085美元 各位有没有看到 那你今天让他震荡一下会怎样 各位啊 他是不是走墙322.2压下来 各位他一样啊 要来突破34块的嘛 各位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这种东西啊 跌势当中你可以预见啊 多头的未来 各位 Intel扩大委外 联电接大单 如果你是长线的股东 你不是说这就是我要的 你干嘛会去管这些短线的一个什么 一个进出嘛 各位买就对了嘛 你看日月光投控 10月30号 蔡老师跟你讲完啊 国际盘啊 低档反转之后 是不是跟你讲日月光投控 是不是 62.5 一路涨 有没有 涨到今天 再创近期波段新高 昨天ADR他也跟着涨 全部都是一致性的 各位 所以包括联发科也一样 现阶段啊 是二线场的一个AP的霸主 人家说第四季啊 高通可能会要回去 重要吗 各位 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啊 各位 650 11月2号最后的补跌结束了 各位 所以震荡之后就要来挑战新高了 各位 所以这些东西你来留意啊 他未来啊 如果说还有 他因为他月底要法说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说外资法人是全面性的一个什么 一个正面性看待 包括我跟你讲的国具 11月3号 有没有看到 这个横盘整理这么久 就是为了要带领啊 台湾股市冲关1万3 我那时候讲 你也许不相信 你看现阶段已经11月10号了 你再来看看蔡老师讲的 有没有骗你 394.5 各位是不是 所以蔡老师的想法 通通是法人的想法 你看一言心帮 你真的可以得到很多啊 人家想都想不到的一个 产业面的东西 而且马上可以让你印证 因为我讲在事前嘛 各位是不是 所以包括像景德 各位有没有 LTCC 就是这个啦 营收新高啊 你看齐力薪有新高吗 没有 景德10月份营收还历史新高 各位 台塑实话 是蔡老师认为啊 如果景气回温 优先的一个收费股 又可以吸纳大资金 配合新台币的热钱 包括南电 你看又在涨价啊 各位ABF缺货 哪有解啊 各位 131.5 欣欣是不是被南电带起来啊 所以欣欣要感谢南电 我跟你讲的CCL的一个什么 一个联帽 你看今天有在跌吗 为什么 因为底部确立了 等怎样 等力多拉上去吗 所以想一想原相 要不要原相 要不要像惠特 各位 要不要像台表科 各位 这些个股 蔡老师都带领你 去把握第四季的补涨行情 好不好 我们来超前布局 领先法人好不好 各位 好好把握 蔡老师邀请你 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6周年 给各位感受最大的温暖 你赶快跟上来就对了 各位 枪在手怎么办 一通电话 解决你所有操作股票的麻烦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明乐 感谢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投资人 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